大家好,又是我英姐 今天我又會和大家去Timeworth 剛才看到是Timeworth的Council 今天我很開心 因為我有一個親友在香港 過來英國 我會和他過來Timeworth 看房子 因為他之前看了我上一段影片 介紹過Timeworth的地方 他覺得很適合他住 所以我今天會和他來Timeworth 看看房子 看看會不會找到他合適的居住 今天我們看的房子是一個 是一個Semi Detached House 我朋友是想買房子 他本身因為子女都比較大 所以他不需要特別關心 最主要是找一些環境優美 寧靜一點的地方可以居住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未進去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居住前面 有一塊空地可以讓居住泊車 大概可以泊到兩至三輛車 然後有幾級樓梯就進去大門 一開門 我們看到有一個走廊位 另一邊是樓上二樓的 我們先看看地面 走進去是一個走廊的盡頭 就是兩邊廚房 廚房比較窄身 它是兩邊設計的 一邊放了一些爐具 還有上面是有一些櫃 可以存放到幾多雜物 另一邊就是星盆 還有放雪櫃的位置 星盆對著窗 所以都很光亮 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有一個櫃 它就放了一個浴缸 我看到它的浴缸 也很新鮮 之前也有提過 一般有25年的壽命 然後走進去 就是一個偏廳的位置 它也很闊落 它剛剛在廚房的盡頭位置 可以做一個dining room 即是一個飯廳 因為它也比較大 除了飯廳之外 它也放了一個梳化 在這裡用來看電視 作為一個小偏廳 旁邊就是一個storage room 應該就是一個車房 大部分的英國人 都不會把車子放進去車房 他們會多數用來做一個儲物的空間 另外車房的另一道門 就通回到大門口 有時候可以推出垃圾桶 就會比較方便 除了大門口 通常都會有一個後門 我們再看看雜物房 老實說 我看這個雜物房 算是放得非常有條理 雜物房的另一邊 推出去是去花園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雜物放在雜物房 家庭就不會太凌亂了 這個花園有少許特色 通常花園都是一個地方 但這裡就好像做了兩層 我們可以上去看看 我覺得這個環境兩層 可以作不同的用途 因為我的朋友會有狗 可以一層用來放狗屋 另外一層用來平日 可以招呼朋友燒食 我看到它最上一層 其實空間很大 如果要放幾張桌椅 放在太陽散座 在這裡休息一下 都很放鬆 提提大家 看房子的時候 除了要看自己的花園之外 都可以看看附近的花園 看看你的鄰居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它的花園 都很有心思打理 例如種植很多植物 或者是亂租租 你都可以大概知道你的鄰居為人 那就確保第二天 鄰居關係會好一點 好了 我們看完一輪花園之後 我們就回到這個車房 然後再看看樓上 經過了車房 回到樓上 有一條樓梯 上面是有三間房 一個洗手間 可以先看看它的洗手間 它的擺設是很簡約的 我相信它都裝修了不久 所以都很清潔整齊 然後洗手間 就是對著一間3個座房 這是最小的座房 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我建議可以做書房 另一邊就是一個 Master Backroom 一個Master Backroom 這裡都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 還可以三邊下床 另一個位置可以放到一個大衣櫃 最後這是一個2個座房 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 也可以放到一個櫃 老實說 三間房間的尺寸不是特別大 不過如果你的雜物 放在下面的儲物室 其實我覺得都夠用了 看看房間是前院 然後再下來 再下來 我們又經過這個車房 走回這個廚房 就可以看到大門口 大門口的另一邊 就會是主要客廳 我們要看看客廳究竟夠不夠大 看上去都很骨子 可以放到一個L位的梳化 有個櫃 可以放雜物 L位的梳化 其實不是每一間屋都可以做到的 這間屋有足夠的空間 看上去就是前院的位置 因為這間屋前院比較清淨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行的盡頭 所以一般不會有很多限閘人等 或者車會經過你的前門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 很多Youtuber都會和大家說 如果選屋的時候 儘量選擇一些挖頭行會比較好些 這樣就少一些閘雜人 你的家屋也會比較清淨 然後我們看完房子 我們一定要看看外面的環境 這個我也跟大家說過 除了自己的房子 本身要注意間隔 裝修之外 屋外的環境都很重要 我通常和朋友或客人看完房子 我都會幫他們看看 究竟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因為始終我們初來到英國人生路不熟 所以住的環境都很重要 我看到這一區 你見到屋子都是比較整齊 而且是乾淨清潔的 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當然自己都要做一些資料搜集 我都會建議各位朋友到時 回到去都要上網查一下 你條街道的環境 看看有多少城是甚麼人居住 例如白人居住多 還是外籍人居住多 有些屋子會比較多白人居住 有些地區會比較多印度裔 或者其他裔的朋友居住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然後我們會去Town看看 這裡有Shopping Center 我們都要確保住的環境 以及距離這個Shopping Center 或者是一些購物中心是否近 因為始終住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出外購物 例如坐車方不方便 那些我們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Timeworth是一個小鎮 它的樓價比Sutton Colville 和Sutton Colville 和Sutton Colville 會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不一定要住 Sutton Colville 可以考慮一下來Timeworth 看看 我看它的小鎮環境也挺優美 Timeworth市中心 除了有一般購物商場 超級市場 以及一些商店之外 中間是一個大的公園 公園還有一個寶櫚 這個寶櫚可以收費 進去參觀 相信是說一些 關於這個地區的歷史 以及建築物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而公園下面也有一些cafe 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也有些小朋友在這裡玩 我看到它還種植了很多花 如果女士看到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很開心 和大家看了這麼多地方 我遲些有機會 會帶大家去其他不同的地方看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興趣 或者有什麼心目中 有些理想的地方 想我去看看的話 都歡迎你們可以留言給我 我看看大家有什麼興趣 我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樓 或者看看環境 最後要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希望你們也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多謝支持 拜拜 再次點個 slides 阿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